贵州山火连烧多日,蔓延近半个省,当地居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 但相关话题被压制,社交媒体上满屏都是中共炒作的师生链等桃色新闻。 贵州山火2月18日爆发,至今已经延烧5天,波及半个省。 但中共官媒只有零星的报道,制造只有个别地点起火且火势受控的假象。 山火失控,烧毁村民房屋。 2月21日,毕杰是一名老婆婆看着自己辛苦建立的家,被山火烧成了一片废墟,伤心地坐在地上嚎啕大哭。 有视频显示,2月21日,毕杰一名小伙子开车经过一户村民家,看见山火马上就要烧过来了,赶紧劝说屋里的一对老夫妇离开。 小伙子催促他们快走,你别在屋里了,走走走,你听这个声音好吓人,快走。 随后,老婆婆抱着养的小狗和老伴一起坐上小伙子的车离开家,逃离到安全地带。 十分钟后,老人亲眼看着房子被熊熊的大火吞没。 山火烧过去后,两位老人重新回到被烧毁的家,看到房子已经成了废墟,屋里成了焦土,什么东西都烧没了。 老婆婆看着自己辛苦一辈子的心血化为无有,伤心地坐在路边嚎啕大哭。 老人的女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,父母家烧得一无所有,现在就剩下我爸爸妈妈,还有两条小狗,还有一只老母鸡,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,完全就是灰烬。 根据贵州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信息,这次贵州的山火特别严重,燃烧的范围广,多地都出现火灾,严重危及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。 2月20日下午,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政府办公楼后山突发山火。 火势非常猛烈,整座山头都在燃烧,浓烟滚滚。 网传视频显示,水城区政府办公楼都有被山火吞没的危险。 贵州多个地方因为发生山火已经封路,有网友发布视频说,开车回成都,在贵阳被山火拦住了,发生山火了,封路了,被堵在贵阳。 还有网友开车在高速路上行驶时,拍到贵州山火的惨状,视频中,路前方浓烟滚滚,几乎看不见天空,整条路上的汽车都在烟雾中穿行, 可以见到路边的植物绿化带都在燃烧,车上人员不断发出惊呼。 许多网友质疑,官方压制灾难信息,称贵州发生如此严重的山火,已经烧了好几天,但之前热搜根本看不到,媒体也没有报道。 贵州山火已经烧了多日,可是网络上竟然被贾铃电影和女教师出轨等娱乐新闻霸占热搜,谁在压着贵州山火的热搜,谁对这么大的火灾如此冷漠? 说是烧了四天了,但我是这一分钟才知道的,还是在人家视频下面的评论区听说了才知道的。 能不能把那些压着消息,不想被追责的政府官员以锅端了? 自媒体《燕书楼2021》作者燕无双,2月22日发文说,2月18日起,贵州多地突发山火,时逢早春,草木干燥,而贵州多山,山脉又多相连,火势一起,迅速蔓延,整个贵州几乎成了火焰山。 2月18日,贵州多地爆发山火,中共官媒却视若无睹,直至火势相继蔓延到贵阳市,六盘水市,前夕南州等地,连与碧节接壤的云南镇雄也遭遇山火侵袭。 燕无双的文章写道,2月18起,当地居民纷纷发视频,在网络呼救。 一位网友说很害怕,火就在家门口,学校背后的山火烧了四个小时,感觉生死存亡就在请客间。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,很多人家的房子被火包围。 有的房子烧毁殆尽,几只鸡在残垣下觅食,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彻骨的无助和悲凉。 有的老百姓家中的牛羊被活活烧死。 燕无双表示,然而贵州人的呼救声一次次淹没热搜里。 而更令人愤怒的是,灾情紧急,却还有人在试图遮掩。 安徽自媒体创意星球球2月22日发文写道, 我是贵州本地的,都是今天才知道贵州多地起火,已经烧了四天了,可是一直没有热度。 我恳求大家多多转发一下。 文章介绍说,我的家乡正在经历一场劫难。 从18号开始,贵州开始关闭发生山火,截至目前已经烧了四天了,火是非常的大。 可是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,还是没有什么热度。 很多人都在说,他们压根就没有刷到这些新闻,有的甚至要特意搜索才能看到,甚至我贵州本地的人都是今天才刷到的。 天空中都是烟雾,高速上随处可见的火龙,山都烧成空了,成为了白灰色的雪山。 可是火势还是止不住,昨天的风特别的大,山火灭了一次,又起一次。 有网友说,他们那里已经烧了五六个村子了,我的村子被烈火包围,全村人都出不去。 还有的网友说,遗书都写好了,因为天空都是一片红色,漫天落下的黑色灰尘,就像一张又一张的纸,在缓缓地覆盖在他的脸上。 此次山火,不是一个两个山头那么简单,而是大半个贵州都在烧,光贵阳一地都发生七八起山火了。 安顺,笔节,遵义,贵州一大半的地方都是彻夜火光,暗夜中的大火在村子后面,在学校后面,甚至就在家门口吞噬着空气。